由嘉義市政府鋼匆執政會和嘉義市青年事務委員會提案 並且在《教育部》100.07年度 學習平西七家圍補助 要向上在嘉義文化創意方向 辦理青年領航論壇華東 去面將近40位台磚以及社會青年參務 華東分別占對著文化企業以及高齡等教定議題來探討 透過創意的分享 討論共識後拿出見言 讓台磚青年的意見有機會先為市府建設一篇參考 了解嘉義的企業和文化的健康 就此交流 分享經驗 並討論來協助導力華化和發展 幫助嘉義帶來新的改變 嘉義市要做一個青年學生的計畫 我們把它稱為青年領袖論壇的計畫 那我們這個領航論壇 希望把我們年輕朋友集在一起 讓他們大家了解到社會的脈動 所以有白宮 政習等等 讓他們了解社會 然後開始產生篡意 利用他們的熱情來開創自己的人生 我們期待這個計畫 能夠給年輕朋友帶來 新的一個方向的希望 嘉義市政府工廠製政會表示 為邦做青年可以在論壇 對華東竟有既體的領地 在之前已經辦理過三場 嘉義文化企業產業分陷和DIY確定 嘉義市政府也在今年度再度申請經費 也在國發會推動 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各位第二階段補助經費總共兩百萬 第二階各位將要典開 在政府論壇活動 將老企業以創新的方式表達 注入新的方向 讓嘉義市的流行業文化繼續團行 聲音尋到面嘉義市採訪報道